但是中醫師說 其實殺色也看得出身體的健康 對 首先我要講刮殺的原理 刮殺跟拔罐一樣 都是利用一些機械性的刺激 去刺激一些皮下 讓它皮下微微的出血 那大家都知道 身體只要有微創傷 一定會啟動一些修復的功能 而且我們在刮殺的地方 血管會擴張 會輸送我們一些營養物質 修復物質到我們的一些病所 然後第三個 其實會刺激附近的汗線 皮脂線 做一些排毒排出的功能 所以這個應用在什麼地方 隱邪外出 比如說有些受風寒 它沒有病毒感 它可能是吹到風 肩頸痠痛 會快要感冒的感覺 或是整個人會覺得 就像剛才講的 非常累 非常疲倦 可是它的生化檢查就是正常 所以我們刮刮殺 啟動身體自我修復能力 是滿好的 那可是刮殺會有個迷思 大家會覺得越用力越好 然後顏色越深越好 就是毒打過後最好 其實不是 我們從顏色的殺的顏色 它除了可以緩解 刮殺除了緩解 也可以當成我們診斷的參考 我們顏色可以分深淺 第一個最映入眼鏈是深淺 比如說顏色比較鮮紅 比較浮在表面上 那個是病血比較淺 比如說像急性感冒 就是病程不會太長的 急性感冒會出現這種殺色 另外一種是成年老病 就是病血比較深 比如說常常心犯寒邪 或是病得比較久 我們在刮的時候 會發現那個顏色比較深 比較紫紅色 有點帶淤點 淤點的那個顏色 它是比較偏 病血比較深 比較慢性 然後第三種是怎麼樣都刮不出殺 對 就是不會出殺的那種 不會出殺 不要勉強 其實我們把它 身體修復了兩三天之後 就刮得出來 所以第一次大概 刮個一兩分鐘刮不出殺 不用勉強 那代表是氣血虛弱 太過寒 它身體沒有辦法出殺 那我們通常會開三天的藥 讓它氣血飽滿之後 就刮得出來了 所以我一直以為 沒有出殺是健康的意思 對 我也以為是健康 所以其實代表的是 可能你還是要幾天調養後 再去刮刮它 對 大概這兩三天就夠了 再刮就刮得出來了 然後說是我們在刮 在注意我們刮刮的過程 一定要加一些戒指 加一些凡士林或乳液 不要刮到那個破皮感染 這樣就不好了 那首先我們刮刮 通常退殺大概三天到一個禮拜 如果你久久都不退殺 這也是慢性病的一個狀況 甚至我們從刮刮的顏色 一樣那個背 膀胱筋這樣刮下去 你會發現有些地方出殺 有些地方不出殺 你會發現出殺的地方 都是在肺 肝 腎 那些排毒的器官 就是身體的上段 中段 下段 那個地方很容易出殺 這個是可以當平常的保養用 因為等到肝病 腎病就來不及了 是 那因為剛剛有一個病人 他是刮刮 可是後來其實是腎臟有問題 中醫其實說腎臟 可以從一些穴道上介入 對 其實我們在腎臟 其實腎是一個很廣義 不是那兩顆腎 代表像我們的內分泌 頭髮黑不黑 或者是那些結率 或者是一些內分泌老化 抗老化物質都是腎精所掌管 那我們平常要怎麼樣抗衰老呢 腎精是一個很好的刺激 我選幾個代表性的穴位 第一個是太膝穴 太膝穴怎麼找 在我們內懷骨 就是靠近大拇指的內懷骨 跟阿基里士中間的地方 按下去 掐下去 會有酸脹感 然後第二個 最常見的是泳泉穴 泳泉穴在我們腳窩 先三分之一 第二指 第三指 中間這個腳窩的地方 這個刺激 小孩子刺激長高 是必刺激的穴位 或者是說我們比如說女孩子 比如說臉色斑點 氣色不太好 我就直接刺激這個泳泉穴 真的 這個也可以 這個是我們顧名思義 泉水這樣泳出來 我們抗老物質就這樣 泳出來泳泉穴 然後其實如果大家 記不出穴位也沒有關係 整個內懷骨的附近 都是腎精的精華穴位 所以這內懷骨附近 可以多按摩 或者是用熱吹風吸 多吹它 刺激它 都可以保養腎 想要保護腎臟 大家一定都聽過很多偏方 像喝香菜水 或是青草茶 這類的偏方 一定這些偏方是正確的嗎 我先講這些偏方是錯的 但是我們臨床上 確實看到很多病人 在腎臟的保養 尤其家裡 如果有家族死的話 有的會特別緊張 那我們遇過就是香菜水 然後煮荔枝盒 或荔枝紫的水 然後甚至於有的 可能就是很多的 這個藥草 青草 自己去抓的 不是透過中醫師的這種配方 然後還有就是 有些人喜歡疑心不心 就覺得腎臟不好 就吃竹筍 腦袋不好就吃腦這一種 這種都不行 我們之前有遇過一個病人 他是本來就有 初期的腎臟的疾病 然後因為他伴隨著一個男生 他想說 那我就運動 讓自己比較健康一點 看看能不能就是 讓腎臟比較健康 然後他運動的時候 當然就是開始健身的時候 就會開始旁邊人會叫他 喝一些高蛋白 那高蛋白也不是不能喝 可能他沒有計算好那個量 可能又變成當水喝 然後他又覺得自己就是 因為運動會口渴 他覺得自己要互勝 所以就喝了坊間的一些香菜水 然後再來就是青草茶 結果越喝越嚴重 大概喝了 大概我那時候臨床上 大概三個月之後 他的腎臟已經跑到第二期了 所以其實那個很快 我相信是應該知道就是 一下子那個飲食很快 你就會發現 怎麼半年內 他忽然初期 然後就第三期 第四期這樣子 所以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有腎臟疾病的話 可能有一些東西真的要忌口 另外我提醒如果說真的要強盛排毒的話 像我們一般建議就是說 在蛋白質的部分 不要過量之外 也不要太鹹 我剛剛提到高血壓 也是腎臟病的一個問題 另外糖尿病也要控制好 血糖控制好 才不會走向後面的腎臟的問題 另外在蔬菜的部分 我倒是建議一些辛香料可以用 比如說洋蔥 韭菜的部分 然後堅果類也很好 但是這些都是在腎臟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要去互腎 但是如果當你腎臟開始有問題 你要腺甲腺鈴的時候 堅果就不太能吃了 這些蔬菜可能相對來講 你要先燙過再用炒的方式 是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